這邊有公文 這個是來台北市 SARS處理 民國92年 就2003年4月24號 請看 市長早餐匯報指示 這個我等一下補充 就是馬英九 你的指示 最快在下午要宣布 封院進行全面管制 所以第一 是你馬英九下令指示 第二 公文下來的時候 是叫你們分區管理 你們完全沒有做 而且甚至三天之後 才看到他的分區規劃的報告 實情就是如此 我來補充一下 這一份公文的出處 是來自於哪裡 不是我剛才秀給大家看的 這份公文 這份公文是來自於 2003年6月12號 什麼公文呢 是台北市立和平醫院 處理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事件調查報告 誰做的呢 是馬英九指示 叫誰 叫白秀熊副市長 當時的白秀熊副市長 找了專業的公證人士 政風處人事處 組成的所謂台北市政府的調查專案 他調查總共有三點 4月23號晚上 秋淑提的衛生局 當時去行政院去開了個會 開個會以後就問他說 台北市我們要做什麼樣的處置 他把這個會議 當時提出來的問題 帶回到4月24號早上 那個馬英九在做成會的時候 所以是在4月24號早上的時候 馬英九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比照921跟納利風災 所以我們要風月 他的整個的流程是這樣 來源這份公文的來源是 白秀熊自己做的報告 所以你整個的責任是馬英九 你自己都承認過 這個是在2003年的6月 所做出來的報告 怎麼會現在一推256 你以為我們大家都 找不到任何的證據嗎 你以為大家都尊過罪無分 我們大家都沒有記憶嗎 這些的證據 要不是秋淑提大面心 出來在那邊搶風頭 出來在那邊亂罵的話 這些記憶我們大家也就算了 只不過秋淑提到目前為止 17年前這麼多條的冤魂 他到目前為止還不認錯 馬半你竟然在後面 還打折隨棍上 還以為自己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一一拿出來 要打臉你馬英九 要打臉你秋淑提 兩個不要臉的官員 所以你看看 剛剛已經說到說 這公文都有了對不對 但現在馬英九還有秋淑提的 一推256 我們就來看看 這是今天馬半的最新的 聲明他們怎麼講的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是忘記了還是誤會 他們是說2003年4月間 和平醫院爆發了 院內感染情況危急 台北市政府4月24號 陳間會議的時候 討論到要對醫院採取管制措施 那麼會議結束之後 市府就收到了當時是 衛生署長的突醒哲 發來最速見的公文 要求台北市衛生局立即成立 接管小組進駐和平醫院 全面管制人員進出 24號上午行政院邀集了 衛生署台北市政府召開緊急會議 會中達成暫時關閉和平醫院的共識 同時由當時的這個副院長林信義 還有突醒哲 台北市副市長歐靖德 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 共同宣布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 所以馬半就說 中央下令地方執行 就是當時的決策過程 如同現在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負責新冠肺炎的防疫決策 SARS的時候中央也是在衛生署 成立疫情因應小組和平封院 這種重大決策 並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單獨決定的 這裡面公文已經講到要分區使用管理 寫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馬英九你們通通不講這句話呢 為什麼遲了三天又把分區使用管理 再弄出來呢 尤其我覺得我不能忍受他說 造成一些身心上面傷害是不是 對不起馬英九 那我提醒你一個人 第一個28歲殉職的人 他叫林崇威 他就是根本連隔離衣都沒有穿 在插管的時候飛沫 28歲就走了 你知道他父親白髮人送黑髮人有多痛苦 你知道他父親 他有跟台北市政府打官司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他的父親只要求賠償一塊錢 一塊錢 只要你是政府認錯 市政府拿著公帑 跟他的父親打官司 我請問各位 馬英九跟邱淑堤是不是一秋之河 是不是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他們的命他們的健康 他們自己的名聲比什麼都寶貴 永遠都是別人的錯 各位你可以忍受這樣子 無恥無情冷血 說謊謝責嗎 好 自身先補充 補充一下剛剛別人講到林崇威醫師 事實上沒有錯 那時候他的父親是當時的 這個澎湖馬公公高中的校長 他當時跟台北市政府打國賠 結果這是有也是白紫黑字 剛剛那個玉慧姐碰到的一樣 是白紫黑字的東西 高院的判決是判決這件事情 是要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 也就是說林崇威是勝訴的 也就是說事實上當時是 那個公安判決書裡面 是很清楚的寫到 在當時92年4月14日 這個封院的情況之下 和平醫院關於封院之後 所需的器材 供給人員的隔離 醫護人員對SARS訊息的防護器材 全部都未能及時妥善處理 這個是法院高院的一個判決 這判決了當時林崇威的 這樣子一個悲慘的遭遇 最後是國賠勝訴 當時派市政府還很無恥的 要去問林崇威說 問他的家屬說 你要不要進入忠烈辭 他的家屬是被他媽媽難過說 我們不要忠烈辭 我們只要一個正義 我們不是被為國犧牲 我們是被你們這一些 無能的官員害死的 那個害死人是誰 就是邱淑提 他進去以後跟人家開會 是如何在關槍關掉 跟官僚 那麼他對所有的一切 他都不認為是自己的錯 現在竟然可以反過來說 說是民進黨什麼 放病毒進來 還說什麼這是政治防疫等等 真正唯一政治防疫的人是你 可是我知道為什麼 馬英哲喜歡他 你知道嗎 馬英哲喜歡他 當時的衛生局的局長 他後來如果沒有錯 邱淑提何必下台 何必下台 那麼除此之外 那麼馬辦在今天 你知道他發表什麼聲明嗎 馬辦就是馬英九的辦公室 代表馬英九 他說和平醫院封院了以後 確實有效的控制了疫情的外善 所以達到管制疫情的效果 但不可否認 也對當官的當事人造成心理創傷 那麼防疫中很少有完美的對策 但是在困難 必須在困難當中取捨 天啊 你在困難當中取捨 你是用什麼取捨 你是用31條人命144個人 懶得殺死 來當過取捨 你知道嗎 到現在 你還不認為自己是錯的 馬英九不會認錯 為什麼 633做不到捐一半清水 到現在還捐不出來 還是個騙子 所以我現在可以知道 為什麼馬英九會用邱淑提 然後幫邱淑提講話 順便幫自己講話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你知道嗎 邱淑提到現在 還死不悔改 還沒有像全台灣和平醫院 這些冤魂冤死的醫護人員 還有這些人民眾 會直接示範一下 還在說人家是在政治防疫